竹科園區各家科技大廠 23號深夜地震當下 基台警報大作 外界擔心廠商狀況 連電回應沒有影響 地基電一切正常 群創營運正常 無重大影響 台積電表示 地震沒有達到外部疏散標準 少部分廠區無城市人員 第一時間預防性疏散 目前已經回到產線 常務及公安系統都正常 人員均安 目前不預期對營運造成影響 面對天災 台積電啟動SOP 工程師 坐鎮產線 如果我們這邊遇到一些 緊急狀況 通常是天災 我們會去一間 叫做OCC的 那俗稱叫戰情室 那我們就會在那邊 尋找問題 並把問題趕快解決 足科園區大廠有共識 震度四級以上 無城市人員疏散到安全地點 高溫一破碎的 盧管機台自動停止運作 等到穩定才會重新啟動 如果震度到四級上 無城市的人員 先測幾以上 全廠的廠商能直接疏散 儘管上回403大地震 台積電損失30億元 專家分析這幾天 餘震逐科大多三級以下 不必擔心衝擊毛利率 23號股價也沒有受到影響 台積電漲12元 收在754元 帶動大盤漲188點 攻上19599點 中央氣象局提醒 目前能量還在釋放當中 余震恐怕延續半年以上 科技大廠接下來還是得嚴震以待 下輪新聞張浩玉林書寫劉志柔 綜合報導